康熙朝晚年 中央和地方财政出现了大面积的亏空 而雍正帝继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追缴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亏空 于是在雍正元年 他便下立成立了会考府 由宜亲王允祥亲自挂帅 负责追缴亏空一事 类似于今天的国家审计署 圣祖人皇帝的葬礼刚刚结束 便开始严格稽查中央和地方各省的钱粮账目 为了能够迅速完成清查 雍正一上来就直接派钦差大臣下去查账 随行的除了钦差 还有由四十余人组成的团队 共同协助查账 一旦查识一起 地方官就地免职 直接从这四十人中找人补缺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雍正他有自己的理由 他认为这些官员本来就不干净 所以才落下亏空 若让他们革职留任继续赌亏空 为达到目的 他们难保不会做出勒索百姓的事 更重要的是 此举有效避免了地方与中央沆瀣一气 有意欺瞒的情况 从而使雍正能够得到地方亏空的真实情况 而对于那些落下亏空的官员 不是被隔了职就完事了 他们还需要自己掏钱赌亏空 甭管你是自己搞钱 还是变卖家的 反正是限期三年 必须还清 一旦有谁三年内赌不上亏空 那等待着他的 肯定不是作秀式抄家 而是直接被抄干净 连一根鸡毛都留不下 可问题是 抄家抄干净 说说容易 实际操作很难 那雍正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雍正的抄家心得 第一就是大搞突击式抄家 雍正抄家从不等明照下达 都是通过密折让下面提前预备好 只要一声令下不等行文到达地方就直接抄 这样可以避免对方有所准备 第二就是兵分两路 原籍和官署一起抄 一方面是为了防备有些个官员隐匿或转移财产 另一方面一次性将所有的资产抄干净 也有助于提高抄家效率 最大限度将亏空填平 第三就是负债子偿 这是为了防止有些人想直接自杀抵赖 于是雍正下令父亲欠下的债 儿子继续还 直到还完为止 如果有谁胆敢舍命抵赖 那就直接把他的敌亲子弟抓起来抄家抵赖 此令一出 再无人敢自杀抵赖 第四就是扩大打击面 对于落下亏空的官员 不仅要查抄本人名下的财产 甚至还有株连其党族亲属 尤其严查其党族亲属中 有谁用过他的钱 或是变相为其隐匿财产 一经发现 那就直接抄家 没商量 第五就是属原亏空 上司代赔 简而言之 官员之所以落下亏空 不仅是自己犯错 也是上司失察 所以上司也要代赔一部分 总而言之 雍正不是为了抄家而抄家 而是要尽最大的努力 弥补康熙朝遗留下来的巨额亏空 缓解朝廷的财政窘境 并寄希望于这种严酷苛刻的手段 去整肃贪腐 刷新励志 净化康熙朝以来 见趋败坏的政治生态